此季美国总会志工今年9月份再度回到海地 此行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海地推广蜡木的种植 蜡木这种植物被科学界称之为奇迹之树 它的叶子、果实、花和种子甚至是树根都可以食用 它的叶子蕴含丰富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适合生长在热带和养热带非常耐旱 而且成长快速 慈禧之工在库斯应该如何为海地人们找到一条可长可久的生存之路的同时 海地的原生种树木蜡木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利用近半年的时间慈禧之工周白尝试在自己的家里种植蜡木 而周白手上所拿的这个蜡木苗 从种子发芽到成为绿意盎然的小树苗 也只经过六个星期的时间 2009年慈禧之工在海地进行大规模发放之后 就开始思考并寻找一个方法 希望能够根本解决海地人民营养不良 以及失业等等的民生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 周白发现了蜡木可能是个答案 一个让海地这块赤坪土地 能够再现绿意与生机的答案 因为它种了之后呢 这个叶子马上就可以吃 叶子有丰富的营养 它不需要等到三年五年结果之后才看到这个成果 所以他们听到这个介绍之后 他就想说你只要给我树苗 我就去种 我先在我家周围种 所以借由这个蜡木的推展 我们可以让海地再次的绿化 除了向南加州的志工和民众介绍蜡木的好处 2011年2月 周白和茨基美国总会的志工们 重返海地时 便将推广蜡木种植的想法 和海地技术学院的校董密卡尔女士交流 密卡尔女士对于蜡木十分感兴趣 随即开始在距离太子港 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皮叶巴盐 设立了培育蜡木和其他高经济数种的育苗园 2011年9月 茨基志工再度重返海地 短短三个月 密卡尔女士的蜡木苗园里 已经有超过三万株的树苗可以移植 同时蜡木成长的速度 远比其他树种都来得更快 就是一些主食 譬如说米啊麦啊 可是他们长期因为营养不均衡 所以很多小孩子 他的头发是红色的 或是他指甲是会裂的 那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营养不良的关系 所以说如果他们自己在家里 就有这种树 他随时都可以补充他充足的营养 而且不花钱 志工们将密卡尔女士的蜡木树苗 用卡车分送给附近的村落 也在蜡木园所在的友谊村 举办蜡木推广说明会 接着回到太子岗的洛卡小学 让一百多名小朋友 将种在塑胶桶里的蜡木种子 带回家栽种 紧接着又来到志工们熟悉的 圣亚拉罕卓教堂分送树苗 向当地民众说明蜡木的好处 为了能够将蜡木种植 成功的在海地推广 慈激志工预计在皮叶八岩的苗圃 进行蜡木种植实验 并且用以公代正的方式 分四区密集栽种1600株树苗 更希望后续能够尝试 小规模量产蜡木粉 为未来大规模种植以及大量生产做准备 盼海地人民能够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大新闻美国综合报导